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晚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坚持从国家整体利益和澳门长远利益出发 让最广大澳门居民焕发出最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积极投身建设澳门的事业中去 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脚踏实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 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新局面 宴会厅里灯光璀璨鲜花土蕊充满节日的气氛 18时15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夫人霍惠芬陪同下 来到宴会厅出席欢迎晚宴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有机会同大家欢聚一堂 共同庆贺 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 我感到十分高兴 在此 我请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 向在座各位 并通过你们 向全体澳门市民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十五年来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 一个生机勃勃 安定祥和的澳门 正以崭新的姿态 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 我们这次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习近平指出 澳门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离不开一国两制方针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 离不开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澳门同胞 齐心协力奋勇拼搏 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 这一坚强后盾的大力支持 这些进步和成就充分证明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具有强大生命力 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澳门同胞 完全能够在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针指引下 团结一心 自强不息 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习近平强调 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 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 越是面对成绩 越是要奋发进取 俗话说桌子上唱大戏百步不开 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的实践证明 只要路子对 政策好 身段零 人心旗 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戏 我们既要从澳门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中 坚定信心 增添力量 又要清醒看到澳门内外环境发生的新变化 善于统筹谋划 群策群力 成事而上 习近平指出 当前祖国内地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时期 这为澳门发展提供了极大机遇和广阔空间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澳门同胞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善于从祖国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 更好地搭乘祖国改革发展的快车 扎实推动澳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 我坚信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 一定能够团结一心 再接再历 携手续写 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 也一定能够同全国人民并肩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国家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崔石安在致辞中 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全体澳门市民 对习近平主席亲临澳门 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 他说 澳门特区成立以来 在祖国全方位的支持下 特区政府与广大居民风雨同路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澳人制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定不移地执行基本法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为澳门提供了创造美好明天的重要制度保障 新一届特区政府 必定汇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 和广大澳门居民一道 为实现同心志愿 共享繁荣的目标 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而团结奋进 王沪宁 范长龙 栗战书 王晨 杨洁篪 张庆离等出席晚宴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澳门各界代表和其他嘉宾也出席晚宴 请搜索桂离赛